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在有一次在大家吃喜酒 在台北世貿吃喜酒的時候 同桌的朋友就問我說 你在哪裡工作這樣子 我說我在信義 大家就哦 信義 不是 南投信義 就好幾個人那個眼神就亮了 你是說那個土石流很多的信義嗎 我說對 就是那個信義 我其實在信義相伏 已經十幾年了 故事很多 不過長年這樣累積下來 我發現信義相 大家所認知的問題裡面 其中一個是錢 不是沒有錢 有時候是錢太多 我們在部落裡面又在信義相 又是大家眼中的弱勢的偏鄉 所以其實我們很容易申請到 各種的補助款 那有一次我們跟孩子 申請了十萬塊 到台北玩了三天兩夜 孩子花錢花得超爽 到101大樓那個精品店買東西完全不手軟 口袋裡面帶錢回家是丟臉的事 我心裡不太高興 孩子這樣花錢不對 回到教室的時候小孩子就說 我們現在五年級就已經去台北三天兩夜了 畢業旅行要去哪裡啊 旁邊就 不然環島啊 去美國啊 我聽了就不高興了齁 我就跟小朋友說 就集合起來說 你們到底有沒有想過這些錢 這些捐款的錢 有可能是陳樹菊阿嬤的血案錢啊 十六個孩子眼神大大的瞪著我 聽不懂 鐘聲響了 孩子要去上下一節課任課了 孩子在那邊問 老實說那個陳樹菊是誰啊 回答那個幹什麼 回答說 好像是高雄市市長 喔 那是陳菊阿 所以我發現 在偏鄉服務的時候 給予往往是最直接 可是也往往是最容易錯的方法 我不太高興 隔天我就跟孩子們說 有本事你就不要動 私生儲菊裡面的錢 有本事你自己賺 你們做得到的 我絕對不做 你們做不到的 我陪你們做 我們花了一節課的時間 想辦法怎麼賺錢 結果有一個凱順悠悠的說了 我看只能搶銀行了吧 我們真的花了三十分鐘的時間 在討論怎麼搶水裡的彰化銀行 後來發現不行 因為你們做不到 我要陪你做 所以我們要重新花了八個月的時間 重新審視 我發現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們的孩子常常在申請補助款 我們的孩子也知道四月份的時候 爸爸媽媽要上山去採梅子 可是他完全不知道採下來的梅子 可以做成所有的加工品 他也不知道梅子在信義鄉 是全台灣最棒的 他也不知道最好的聚風葡萄 就在我們南投的信義鄉 而南投縣的信義鄉 2012年的葡萄王就在我們村子 他不知道我們的信義鄉有很好的咖啡 他甚至不知道我們的信義鄉有全台灣 甚至全世界最好的苦茶油 保障就在我們的腳底下 可是我們卻一天到晚再申請補助款 所以我們後來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我們總共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孩子們就自己去行銷 販售信義鄉的農特產 其中有一天呢 孩子們就在搭帳篷 睡在學校的時候 因為要賣東西 生意做得不是很好 所以他們在想辦法解決 面對克服所有的困難 他們那天在這一張後紙板上面寫了一句話 用自己的力量打開世界的窗 那是我非常非常感動的一刻 當你把孩子帶到那個環境裡面去的時候 孩子是有能力去突破他們現在的困境的 我尤其喜歡這張照片喔 不是因為他們都沒穿衣服 我們環島的期間其實都是住學校的教室 所以洗澡呢就是在廁所 然後一根橫桿拉起來 窗那個布臉拉起來就洗澡 一無所有 我們這群孩子一無所有 我們四五零年代的父母父子輩 不是也一無所有嗎 他們不是也是提著一箱皮箱 就這樣走闖世界嗎 為什麼反倒我們現在這個世代 我們擁有越多 可是我們彷彿越不勇敢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張照片 所以我跟孩子說 我可以把你們那個PO出來嗎 這樣子 他們說可以啊 但是要打馬賽克 我就打了 不是啦要打臉啦 但是總之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 就是那個一無所有 可是他們仍然靠著自己的力量 完成環島的工作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然後自己完全賺錢 不申請任何補助款 完成了自己的環島 用自己的力量打開世界的窗 當我沉澱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在部落十幾年 我後來發現 很多人都說 呂老師你這樣子成就了很多孩子 其實我在這邊要跟大家報告 其實並不是我在成就這群孩子 是這一個部落 而且是這群孩子幫我找到 我在這一輩子的存在價值 那我這輩子 接下來還有很多可以努力的 現在可以努力的事情 現階段如果你在Facebook上面 就現在 8月30號就要開學了 你在Facebook上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偏鄉的學校 都還在招聘第三招的代理教師 我們的偏鄉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 有天賦的孩子 我覺得教育的目的是 讓這些孩子 去了解世界跟自身的天分 幫助他們擁有充實的人生 並且成為一個有熱情 有生產力的公民 所以我非常渴望 在我從事教育的這段階段 讓更多人了解 並且進一步的去關注 偏鄉的教育 謝謝大家